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持有有效的禁區許可證 都要在敏感度檢查站掉頭離開 平邪檢查站亦已列為非禁區的路段 上指現時為單線雙程行車 大家要留意車速的限制 安全駕駛 由平邪路又轉往連麻坑路方向 途經從沿下穿 上指由原本雙線雙程 改為單線雙程行車 新設的連麻坑檢查站 也設置在禁區前600米 而禁區邊界一直往後原至邊防維網 以17段為止 由於上述兩個路段 路面較為狹窄 建議大型車輛不宜進入 行山人士亦需要留意 紅花嶺一帶 除非持有有效禁區許可證 否則落山進入連麻坑村之後 不能經村外其中一段連麻坑路離開 建議行山人士 以礦山警察遼望站為終點 明京原路設板紅花嶺 出沙頭角公路 或者和徑山路離開 來到邊境的時候 大家要留意啦